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最近呢,西北各大球队的第三阶段比赛已经是正式开始 那么各大球队都努力争夺好的成绩,为季后赛争夺门票 而在此期间呢,三个球队还发生的非常备受关注的消息 接下来和各位球迷的重点分享一下 首先呢,来说一下第一个消息 周期的老板虽然惹正义,可能面临发弹的情况了 大家看到了在最近新疆男的公告当中 除了指责周期破坏球队环境抹黑球队之外 他们还重点指出周期的经纪人 他们整个团队呢,那么在目前的话 是有在此前呢,曾经涉及到呢 转会一些球员呢,来达到一些牟利的一个手段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很多球迷也把这样的一些 矛头对准了周期的老板虽然和他的整个团队 因为在此前呢,虽然曾经转会王哲宁呢 超过是好几千万的一个转会金额 也引起了外界非常大的一个讨论和震动 那么这一次对于虽然来说啊 除了转会王哲宁之外呢 不管是转会周期还是此前操作丁燕宇航的一些手法呢 都在外界引起了不少的质疑 有些球迷也质疑这其中是否存在着利益的输送 或者说一些不合法的手段呢 都是值得商学了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不排除后续随着新疆男的和周期这个事情越到越大之后啊 他的老板呢,也有可能面临审查 甚至是重罚 所以可能接下来对于周期整个团队来说 一定要小心 也尽量不要让这个事情恶化下去 点到剂子 毕竟对于周期来说 现在他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后续恢复自由生之后呢 想要回归哪个球队就是哪个球队 这已经是能够争取到最好的结果了 第二个消息说一下 胡金秋啊 不排除可能遭到追伐的一个情况了 我们知道在最近面对天津男的比赛当中啊 广萨队的球员 胡金秋在一次追盖过程当中 是重上了对方的大外援詹姆斯 导致对方呢 一度是摔倒在地 出了很多的血 也是昏迷过去了 目前来看的话 虽然说詹姆斯的一个整体的问题不是特别大 但是通过回放之后 我们可以了解到 胡金秋这个上任的动作还是比较过分 还是出手比较重的 另外一方面啊 詹姆斯这边也怒斥胡金秋呢 动作太脏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詹姆斯包括天津男男这边呢 起诉追溯到西边联盟这边 不排除胡金秋呢 有可能遭到罪罚 甚至是竞赛 所以这一次对大秋来说啊 真的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本来你去防守对方是很正常 但是也要看情况 不是说什么情况都要去有此凶狠的防守 如果说这一次詹姆斯出了重事 甚至是职业生涯爆瞎整个人瘫痪的话 对胡金秋来说啊 不仅是有可能要面临处罚 甚至不排除了锅当入狱 所以对于所有的球员来说啊 接下来打比赛 一定要注意保护好对手 不要做出一些业余过分的动作 最后一个消息说一下啊 新疆男男被联盟除名的情况了 随着新疆男男这边正式确定 不参加比赛之后呢 我们看到就在最近 西边联盟在他们的官网当中 也更新了一个消息 宣布啊 新疆男男在本赛季的排名当中 他们的排名也不会出现在里面 目前呢将会有19支球队参与排名 继续比赛下去 那么接下来也就告诉外界的球迷啊 新疆男男接下来一些处境是什么样的 而在此前呢 曾经传出说国家体育总局 召见了新疆男男这边的负责人 他们表示只要男学撤回罚单 他们就能够回归参加比赛 尤金看来除了啊 在联盟宣布了这么一个结果的情况之下 也意外的这个事情呢 在本赛季没有了余地 我们可能还得等待一下 看看下个赛季事情是否会有转机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